说起古天乐从影这些年一直被提名 却始终在陪跑 那今年的金像奖 古仔又一次入围了 这回他能否终结陪跑的命运吗 本月6号 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公布了最新的提名名单 凭借在《沙坡狼 贪狼》中的精彩表现 古天乐入围了本届金像奖的 最佳男主角行列 这也是他职业生涯中 第四次受到金像奖的提名 其实我觉得日文已经是一个肯定的 有没有机会拿奖去 拿到提名却依旧表现谦虚 除了竞争对手田壮壮 刘德华等各个实力不容小觑 更是因为古仔对金像奖 总是有那么一丢丢复杂的情节 从2001年放弃小盈平主攻大荧幕以来 古天乐拍戏够拼 作品高产 演技也是有目共睹 但偏偏就差了点拿奖的运气 2008年第二期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古天乐凭借在电影《门徒》中的表现 首次提名金像奖 入围最佳男配角的争夺 不过遗憾的是 最终却败给了同一部电影中的刘德华 一年之后 带着电影《一个好爸爸》 直接竞争最佳男主角 结果空手而归 2014年 凭借扫读中的精彩表现 古天乐再次入围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的争夺 却又一次遗憾败尾 有了前几次的十网经历 第四次冲击金像奖的古天乐 已经把心态放平 期待放低 古仔大度表示 如果拿奖当然值得庆祝 但能够持续不断地为观众带来佳作 同样是作为演员的荣幸 我觉得每一部是有他的命运 到时候到底拿不拿奖 我觉得谁也不是我能攻击的 文运新天地 我们也是祝好运了 香港三文报道